呸呸呸 方文吉直接无语了 哥 我没病啊 我没病就不能给你打电话了吗 没病 那是啥事 哥 今天是西川古物博览会 我准备过去看看 你来不来啊 我跟你说啊 这里说不定有好东西呢 去年有个哥们花了几千块钱 买了一个破瓶子 转手卖了两万多 转了呀 林凡无语呀 你好歹也算是富家少爷吧 别总为了这么一点钱搞东搞西呀 我就是说说嘛 我一次也没买过 我就是开开眼 毕竟都是古董 开开眼也是好的嘛 听着方文吉的话 林凡从脖子上面拉出来了一根红绳 红绳上面绑着一个戒指 这个戒指样子非常古朴 上面刻画着一些文字 这些文字林凡看不懂 看起来有些沧桑感 这是话不一给林凡的 当初林凡穷的时候 差点好几次把他卖了 可一想到卖了之后被师傅发现 那绝对是轻饶不了 他就直接怂了 古董啊 我不认识古董 林凡看着正在收拾酒吧的店员一眼 再看了看时间 容姐刚出去一会儿 回来还早呢 嗯 行吧 我就跟你去看看 哎 你距离零点九八近吗 零点九八 我就在这附近呢 哥 我两分钟就到啊 挂断了电话 林凡刚出门 一辆车子就停在身边呢 方文吉探出头来 哥 我这速度咋呀 没让你等吧 你忧着点 被贴了罚蛋可别哭啊 林凡说着话 直接坐到了副驾驶上面 一路上方文吉说了 不少历届古物博览会的去世啊 没多久车子就到了 到了门口 两个人就被保安拦了下来 方文吉拿出来了两张门票 这才放两人进去啊 啊 怎么样 你的门票我早就准备好了 我可是有备而来 林凡笑骂的 原来你小子早就计划好了 我这不是有好东西 想带着林哥一起过来看看吗 你看 这大厅里面可是有不少好东西啊 就是可惜了 我不会鉴别古董 要不然的话 说不定能简陋呢 方文吉说到最后 黯然失色 别看我啊 我也不会鉴定 我要是会的话 当初也不会那么穷了 林凡无语地看着方文吉啊 方文吉好奇地看着林凡 啊 林哥你以前还窘迫过 那是肯定的呀 我又没有一个有钱的老爹 有几个人和你一样 生下来就富贵的 你小子呀就知足吧 别再搞东搞西的 方文吉笑嘻嘻地说 哥 我现在连车都不怎么玩了 我姐可是说了 让我老老实实地待着 我要是再耍换就要打死我 哥 要不你把我姐拿下吧 我姐肯定听你的 到时候咱们俩兄弟 把我姐制得服服帖帖的 岂不美哉 林凡听着方文吉的话 差点忍不住自己的脚 一脚踹过去 你就为了自由 这就要把你姐卖了 我去告诉你姐 看你姐不扒了你的皮 方文吉对林凡的话 丝毫不以为意 他也知道林凡不过就是说说而已 还不至于出卖他 银哥 您就认真地考虑一下我姐嘛 其实我姐这个人呢 除了脾气臭一点 爱臭美一点 还有没事总对我撒脾气之外 林凡没好气地说 你这是夸你姐呢 还是算你姐呢 就你这么说 你姐能嫁出去才怪呢 方文吉黑黑一笑 我当然是夸了 我可不想和你废话 那边人挺多的 应该是难得一见的东西 咱们过去看看 林凡和方文吉两人 直接朝着人多的地方去了 这就是秦王喝水的那个杯子吧 这玩意应该值不少钱吧 一千八百万 童走无期 谁想要可以近距离观摩啊 不要了就别挡着了 我这可是好东西 可别挤坏了 两个人进去之后啊 才看到这是卖东西的 这是一个青铜器敏 年代久远 已经有了斑驳的红色绣迹 这还是林凡第一次知道 原来青铜器也会长绣啊 他看着方文吉 这就是你所说的古物博览会 这不就是一个大型的交易所吗 林凡说的还真不错 这里完全就是大型的摆地摊 方文吉带着林凡 逛了一圈 林凡也就是看个新鲜 连真假都分辨不出来 更不用说欣赏了 可可可 你看那个 汉唐的玉佛 这么大一尊啊 我的天哪 少说也得几个亿吧 方文吉拉着林凡来到了一尊玉佛旁边 他在嘴里发出了赞叹的声音 这玉佛确实好看 整个玉都是绿色的 雕工也极其精美 就在林凡低头欣赏玉佛的时候 一脚被方文吉拉了过来 可可 你看 那是不是我姐 林凡这才转过头去 顺着方文吉手指的方向看了过去 一个女孩在前面走着 后面还跟着一人 手里拿着一个手势盒 两人在说些什么 方梦瑶脸上一脸的不耐烦呢 哥 你的情敌出现了 走 咱们过去干它 方文吉看到姐姐被追求 直接怒气冲冲了 林凡张了张嘴巴 想说些什么 终究还是没有说出来 后来他一拍额头 我去 什么时候成了我的情敌了 我和你姐也什么都没有 行吧 方文吉这小子容易冲动 林凡自然也得跟过去呀 班斋 我不喜欢你 你不用追求我了 你这样真的很没意思啊 班斋 正是方梦瑶身后 手拿手势盒的那个青年 他穿着一身正式装 头发涂抹的正亮 气质也是文质彬彬的 孟瑶 我没有别的意思啊 作为朋友 我送你礼物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啊 方梦瑶摇了摇头 如果你送我别的 我可能还会接受 也会还礼 但是你送我戒指 我就不能要了呀 林凡以为方文吉过去 会发火质问 可没想到的是 方文吉过去之后 直接对着班斋 点头示意 啊 班哥 你这是送我姐礼物呢 班斋这才注意到方文吉 啊 文吉啊 你也来了 你看 我这不正是在送你姐礼物吗 你姐拒绝了 其实 我一直都喜欢你姐 你是知道的啊 班斋是什么人 方梦瑶或许知道的不多 方文吉却是清清楚楚呀 这人还在上学的时候 就搞大了十个人的大肚子 完事之后 还把人甩了 这简直就是一个人渣呀 喜欢的话可以点一个订阅关注 也请您听完之后能够点个赞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